大家好,我是Malinda 现在我们去ABCAT度假区的一个迪士尼酒店 迪士尼海滩俱乐部度假村 以后我会带大家去每个酒店了解一下价位、环境、交通等 希望对你将来来迪士尼旅游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新年快来了 我听说海滩俱乐部度假村的节日挂饰不错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姜饼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头一次来到这个酒店来看姜饼屋 哇,是一个旋转木马 四个漂亮的马 都是有主题性的 就是这个小鱼里探 Toostore 太多了 从这里的小鱼里探修 在那里的小鱼里探修 大只的水 它还隔壁 哦 这个真人大小的旋转木马 看样子是小美人鱼为主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方 材料很多 这个旋转木马是由2000多个姜饼组成的 现在我们在迪士尼海滩俱乐部度假村的后院 优美而安静 听着音乐 你的心情如何呢 他们说它会太冷了 所以他们会显示它在内面 所以 你能看到狼狮 你能看到狼狮 你能看到 肩膀 从这里我们可以徒步到迪士尼的埃布卡特乐园 这是真人大小的沉船复制品 这是一个水滑梯 从桅杆上滑下 用230英尺长 很刺激吧 从迪士尼海滩俱乐部度假村到邻居的迪士尼游艇 俱乐部度假村很近 现在我们走进游艇俱乐部度假村 我们是从他们的后院进去的 迎接我们的是一棵具有主题性的圣诞树 这个有主题性的挂饰都是与海有关系的装饰 这个有主题性的挂饰都是与海有关系的装饰 迎面开来的微型小火车 后面是以圣诞装饰为背景的小村庄 这是一棵具有关系的小村庄 这是一棵具有关系的小村庄 我说是一个小村庄 就是我们的主题性的大小村庄 现在还有一棵具有关系的大小包 就是一棵具有关系的大小村庄 这是一个小村庄 对来自然的小村庄 因为单位在寻是一棵具有关系的大小村庄 今天我们来到海滩俱乐部度假村的一个餐桌服务型的餐厅 英文是叫Beaches and Cream Soda Shop 这个餐厅的经典是冰淇淋 顺带 另外他们的主食是汉堡 三明治等等 自从疫情之后 迪士尼的酒店餐厅都是使用手机扫码 如果你需要打印的菜单也没有问题 需要单独和服务员要求 这是众所周居的最疯狂的冰淇淋 Kitchen Sink 房上有迪士尼的艺术画 很稀有人 这是迪士尼的开放式的厨房 这就是一个热门的鲜蛋 这就是一个热门的热门 这就是一个热门的热门 热门 它是一種綠色的蠢蠢蠢 我们点了一个最小的 冰淇淋 我们来说一样 我认为一样 我认为一样 我已经找到一些冰淇淋 10%的食物 如果你有年票或者是迪士尼度假俱乐部会员 就可以有10%的折扣 这是一个独特的椅子 我们留影纪念吧 我们留意纪念吧 我们留意纪念吧 你认为对TTC和 Contemporary there is the bridge where the boats go over the street 无论过去2021年有多么的困苦和悲哀 让我们把过去的那一页翻过去 让我们一起带着希望含着微笑迎接新的一年吧 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 快乐和健康 谢谢大家